看起來颱風來勢洶洶 川普也來勢洶洶 美股的NASA走勢是創下歷史新高 好像是臺灣更在乎 好像是臺灣要大選一樣 整個行情 那臺股我認為就是說 一些比如說台積電的相關供應鏈的股票 也差不多進入最後壓縮期 天后朋友們還有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今天的股市達人 我是代班主持人費萍 現場為您邀請到的是 堅持直選金品股 並且最能掌握股市金品股 帶大家賺錢的正日宗老師 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老師好 朋友們好 大家好 來我們看今天台北股市表現如何 將瓜子說的今天最高來到23116點 最低目前看到的是22865點 今天預估總量是3102億元 今天本來是開高的 結果又拉回整理 這樣的一個盤勢 到底接下來我們該怎麼樣來操作呢 趕快請教我們專家詹老師 在聊今天行情之前 那有個事情跟大家提醒一下 好的 就是大家如果都有看我的LINE的 這個文章的話 可能會發現今天山老師 怎麼沒有發LINE的訊息 啊哈 因為我這個月把100萬折的額度用完了 因為我們LINE的這個訂閱人數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對 那用完這100萬的額度之後呢 那他說如果說你要再增加額度 要提早3到5天申請 那問題是我發現的時候就已經來不及了 哦 所以應該從現在到這個月底 應該這個都沒有辦法發訊 OK 但是你會在右上角以前叫記事本 對對對 現在叫Voom 嗯 這個部分你點進去 還是會有我當天的文章 好 所以如果說你在LINE 哎沒有山老師的訊息 是因為我真的沒有辦法發 額度用完了 對啊 不過明天可能沒有差 好像看起來要放假 哦對 颱風來了 哇塞 11月50幾年 對啊沒有來過 從來都沒有來過的秋台 竟然也來了 嗯 所以看起來颱風來勢洶 是是 Maybe禮拜四或者甚至禮拜五 都有可能要放颱風假 嗯哼 所以這個市場 它就呈現一個比較停滯的 這個狀態 是的 那另外不只颱風 嗯 川普也來勢洶洶 沒錯 對那 那看起來又對台灣特別有意見 對 所以搞得就是說 你看那納斯達 哇這個昨天 嗯 美股的納斯達走勢是創下歷史新高啊 哇 所以人家受到美國大選的影響 其實也還好 對 看起來也有限 嗯 但是搞得好像就是說 好像是 台灣更在乎 好像是台灣要大選一樣 嗯 好像是欸 對 整個市場停滯在這一邊 嗯 所以我就說 整個行情 在 美股進入最後倒數 因為11月5號 對 下禮拜二 嗯 欸 如果說我們真的放個兩天假 嗯哼 回來上班禮拜一隔天 美國大選結果就出來了 是的 所以最後倒數沒剩幾天 沒剩幾個交易日 嗯嗯嗯 那台股我認為就是說一些相關的基本面題材很好的 比如說台積電的相關供應電的股票 嗯嗯 也差不多進入最後壓縮期 好 只要選完 對 真的好像我們在選舉一樣 嗯嗯 明明就是美國在選嘛 對啊 選完之後我認為就上去 好 好 那台電的部分 我相信還是主軸中的主軸 雖然說今天台積電的股票 早上一度還漲15塊 是 嗯 就現在又翻黑跌5塊 其實這個也沒什麼 就小張小跌 嗯嗯 但因為他權重佔的太多了嘛 來回差20塊錢 指數就差了大概 16070點去 嗯嗯嗯 所以早盤最多的時候漲189點 對 但因為台電翻黑嘛 指數就跟著翻黑跌 嗯嗯嗯嗯 所以其實都是因為台積電 OK 那就等吧 就等到選後再說吧 好 選後就會上去了 就快了 然後台電的法說 我也說 就是說他說 先進封裝客戶的需求 遠大於產能 嗯 那 最新的消息是 他又買 群創的第二座廠 哦 就準備還是要扣 CORES 嗯 先進封裝 是 嗯 因為客戶的需求太強 沒錯 真的太強 對 就是說 當你客戶比如說AI晶片 嗯 他需要非常高速運算 是 他要把記憶體的晶片跟所謂的 AI的GPU的晶片 他把它封裝在一起 要堆疊在一起 嗯嗯 他就一定要用到現金封裝 是 嗯 所以未來 當GPU的運算速度越來越快 而且製程從3奈米推進到2奈米推進到1.6奈米的時候 嗯 是客戶對現金封裝需求只會持續的成長 嗯 所以這一塊 這個需求遠大於產能 好 所以這個也就是我們先階段 帶著我們的家族成員會員們佈局的最主要的方向 好 就是以台積電的供應鏈旗下的先進封裝跟先進製程 這兩個區塊的相關供應鏈 是我們選股上的一個首選 好 好 那希望指的部分呢 目前是漲多還在做一個整體的一個階段 嗯 那以上權來說 今天就小小漲 小漲 嗯 從258塊跌回到208 欸這也跌了不少了 對喔 那我相信跌到月線這附近了 這以下 其實我相信這邊都是一個還不錯的一個買點 可以慢慢撿的 嗯 那昨天其實美股有一檔股票 大家可能比較少去注意到的是一個玻璃大廠 叫康寧 嗯 我覺得他的一個這個 iPhone的他的這個 螢幕的這個玻璃啊 都是用康寧的 嗯 那他不是只做玻璃 他還做光潛 嗯 那昨天股價大漲8% 是 是因為 他有提到說深層是AI 帶動整個資料傳輸的需求大幅度的成長 嗯 所以對於光潛的需求 也帶來一個非常強勁的一個成長 嗯 所以他在光潛這塊業務持續的大好 是 所以財報非常好 所以股價大漲8% 嗯 所以這告訴我們就是說 整個AI的帶動 不然光通訊 有 他業績持續好 嗯 以及後面的細光子 也都架構在原本的光通訊的 這一個基礎之上 嗯 要進行 進一步的升級 所以光通訊的部分 比如說 3450的聯軍啊 這一波其實我們 當時啊 嗯 漲到250幾塊的時候 獲利贖青嘛 大賺死成 沒錯 那 股價回到現在大概210塊附近 嗯 這也在月縣附近 是 其實這邊也跌不太下去 嗯 嗯 那3363的這個上權呢 是從258 跌到今天大概208 對 也跌大概50塊錢下來 嗯 它是跌破月線 沒錯 那我相信這兩種股票其實跌到這個位置都跌不太下去 是嗯 然後以康寧的財報告訴我們光通訊的產業其實需求才是很強 嗯嗯嗯嗯 所以這一塊我相信修正完過之後 哦修正過後 美國大選結束之後我認為都有機會 好 哦 那目前當然就是說上 呃 聯軍我們是出清了嘛 就有一檔上權 哦 那這兩樣股票都是 啊 整個矽光子光通訊的轉向指標股了 是 是嗯 那聯軍搞不好我們會考慮再買回來 嗯嗯 這兩樣股票我認為都不錯 都不錯 嗯 然後相關的呃 西光子的測試設備就是305的衛華哥是我們目前手上持股 對 嗯 早上一度也漲到了83塊6漲6.3% 嗯嗯 但最近可能盤是比較悶 這個當充可是充都好多 沒錯 對 股價只要強一點 哦 那你就會看到很多的呃 上去就充下 就下來 或者是今天收高明明就打下去 嗯嗯 啊最近盤是都是如此 是嗯 那也沒有辦法 因為市場當中的人就這麼多 對 但是盤是比較悶的時候 你強勢的股票 熱門股票 他就變少 嗯嗯 所以他們的目光都集中到這少數的強勢股 所以這個當中的比重就很高 對 但是你看就是說這個行情在一個震盪的過程 他從低檔拉上來 然後呢 修正一下又大漲 修正一下又漲上來 嗯嗯 所以這個強度還是非常強 好 那我相信這後面 只要選完之後很有機會往上 嗯嗯 因為呢 他除了有台積電的西光子的設置設備 其實這個部分 今天上半年 據我了解 應該就出大概兩到三台給台積電 是嗯 那麼當時也因為這一個出貨的題材 股價 一口氣就從幾十塊 漲到最高是107.5元 那一波就是反映這個西光子設備的出貨 對 然後呢 拉回之後呢 已經整理了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大概今天已經來到大概第四個月 嗯 從整理三個多月低檔拉上來 才剛剛轉強 所以它是在一個相對低位階的股票 相對安全 嗯嗯 然後我要講的就是說如果說去年 抱歉是今年上半年 出個兩三台就可以漲到107.5元 是 嗯 那明年要出貨的量會比今年上半年多的相當多啊 哦 那是不是 明年的股價 它有可能會漲到更高 是 這是其中之一 好 那另外它的SIA系的測試設備呢 呃以前所謂的碳化系的晶圓的測試 嗯 它會用所謂的侵入式的測試 對 就是說你測試完之後它可能要比如說要磚孔 哦 測試完之後哦 有有問題沒有問題 不管是測試結果好壞 你被測試的那幾片其實就直接報廢 嗯嗯 那一般來說 如果一個晶圓產出20台可能20片可能至少要測大概兩片 對 到三片 嗯 到四片 嗯嗯 所以你報 報廢率大概10%到20%左右 哦 那是 非常貴的 SIA系的晶圓是非常貴 是 嗯 哦 那魏華科的測試設備呢 是非侵入式的這個測試 嗯嗯 測完之後 晶圓不用報廢 哦 你就不用浪費掉那10% 20%的成本 哇 明白 所以對於這一些套化系的廠商來說 嗯 它有極高的吸引力 是 所以這一塊呢 我們認為明年這個設備也會打賣 好 所以明年在這兩個區塊大爆發的過程哦 那 我們看好明年獲利應該有機會來到大概8塊錢 是 嗯 那以現在來說 股價 給你80塊錢上下本應比大概有10倍 嗯嗯嗯嗯 那你說台積電相關公司的本應比其實三五十倍 五六十六七十倍的都有 那一個只有10倍的燙化系的設備股 對 以及台積電的 呃這個 這個 矽光子測試設備的這個 這個供應商哦 對 每米十倍真的太過低估了 嗯 所以我認為這個部分還有很大的空間 好 所以這個 你就等它來回洗來回洗 我相信選後應該就會打漲 好 這個是在矽光子的部分 嗯 然後 CORES的部分還是現階段 呃台積電的一個擴產的重點 對 那其實我給大家講一個數字啊 台電這次的法說他有提到說 他今年的資本支出 大概就是 300億美金左右 嗯嗯 當初法說是說 前面的法說是說 今年大概300億到320億的美金的資本支出 嗯嗯嗯 那最近一次法說說 大概就是 這個範圍的下緣 對 300億美金 嗯 好 那 前三季大概已經執行了大概185億 也就是說 第四季還有大概115億的預算 嗯嗯 要逐漸執行出去 好 要完成這個資本支出 嗯 那115億佔300億的 38% 嗯嗯 也就是說第四季 要付出38%的這個資本支出的一個錢 對 那 相關的設備供應鏈 代表他第四季會進入一個出貨最高峰 嗯嗯 拿到錢也會是最多的一季 是 所以都會進入到出貨的最高峰 入帳的最高峰 嗯 所以這一波很多CORUS的消費股票 可能也剛好也都修正一段時間了 嗯嗯 剛好搭配這個美國大選 對 股價也都壓回 嗯 選後呢準備要迎接所謂的最最密集的出貨期跟入帳期 那股價當然就很有機會 是 嗯 所以比如說6640的這個 均豪 均豪 哇 這波從1080 打到昨天低點是661 哇 這一點點的400多塊 真的 然後再來11月12月份 大概是今年營收的最高峰 明年就一路 一路一路都維持一個高點 是 嗯 所以股價又從所謂的1080跌到661塊 那跌到半年線 我相信在這邊買 你後面應該都會賺錢 好 所以這個一線的這個設備股也有機會 嗯 然後紅素的部分呢 也是從2140跌到昨天的低點是1515 嗯 哇 這個也跌了有600塊 對 跌到接近半年線 嗯 那第四季應該也是今年的一個路上高峰 OK 而且明年的出貨本來就上修到200台 嗯 所以我相信在這邊其實他們都已經有機會 好 然後比較低價的就是說比如說3167的大量 嗯 今天早上一度是黑的 然後後來翻紅漲到153塊半漲了大概3% 嗯 那 目前這個11點44分 股價維持在大概151 152左右 嗯 在今天相對大盤點了100點 情況之下它是相當的穩健 是 嗯 那這一波大量我們478最高到169一度大賺117% 是 嗯 那現在169拉回修正在150塊出頭這邊做整理 其實跌不多 嗯 涨了超過一倍 回檔修正大概10% 是 嗯 算是高檔非常強勢的一個整理 對 那第四季的CORUS的設備出貨會是今年最旺的一季 嗯 搭配台電資本支出的一個進度嘛 很正常 第四季都是最旺 對 那明年這一塊要量增三倍 因為台電要積極擴廠 先買了一座群創產廠 又買第二座 嗯 都要CORUS 所以這一塊明年會成長三倍 好 FOP和PKSIT的部分的設備它都也會有 所以我就說明年要賺超過10塊錢的股票 對 本業比也只有15倍 嗯 所以股價漲一倍 它算在一個過去幾個月的相對的高檔 對 問題它本業比評價相對低啊 對啊 所以我相信就是說放眼未來一年或許大家漲一倍都還有可能 好 所以是一個翻倍趨勢股 這個我們持股也是78元買進以來目前一張都沒賣 都沒有賣 好 然後6937的天紅呢 今天股價就稍微囂張小跌 對 最近大致都如此 大部分股票都是這樣子 嗯 嗯 好 那今年大概賺5到6塊 明年在台電的設備的 這個出貨比重會持續的擴大 好 那同時它也有燙花系的相關的設備 嗯 那明年321到12塊錢的一個獲利 那股價我認為也是有翻倍的機會 在未來這一年 嗯 未來這一年 然後4542的科教部分呢 它看我們看好就是說在台電的2奈米 目前就是接單比3奈米來得更好 對 那2奈米它總共有7座廠 非常的客觀 7座廠 嗯 那它會大量導入所謂的自動化的一個設計 對 其中這個天車部分是其中非常重大一塊 是有加征主導 嗯 合作廠商包含6438的遜德或者4542的科教 都是合作廠商 還有1597的值得 嗯 6151的這個進輪 那其中科教不只是有天車的 台電天車的一個這個05件的供應 是 嗯 同時光照載具的清洗設備 這個這個非常厲害 嗯 因為它據我了解是全自動的 對 台電原本的相關的清洗設備 可能要洗兩三個小時 嗯 那它的是全自動的 只要洗不到一小時 哇 時間上縮短的幾分 縮短到剩下幾分之一 而且價格又更便宜 對 那所以說只要加征可以順利的把他的股票 推進到台積電願意正式採用 打入台積電供應鏈 對 未來其他的大廠只要看到台電用的 其實他們都不用再認證了 都會願意賣 沒錯 所以這個明年科教就會有一個非常大的爆發力 好 這非常看好 那另外淨輪部分 今天是芬蘭交易第五天 還在一個橫盤的一個整理 嗯 嗯 那沒辦法這個芬蘭交易 加上大盤也在整理 對 所以就讓他先整理一下 好的 那它主要是要做台電晶圓輸送盒的 這個輸送盒的塑膠材料 那這個對於品質要求非常高的特化材料 嗯 它的目標是用特化材料打入這個供應鏈 它不做一級成型的一個射出 不做那個盒子 嗯 它做那個原料 好 那這個原料單價非常高 毛利非常高 打著進去之後 那就像當時我穿飽 穿飽哇 今天超級厲害 股價昨天漲停 今天還在漲停 哇 當時我們是買在四五十塊錢 對 股價一路噴到86元 接著才回檔 嗯哼 回檔沒有個幾天 馬上又噴兩根 這超級強的 是 那當初買進的時候五十幾塊 其實就是非常便宜嘛 就像我說台積電的供電 你去找一個什麼四五十塊股票 都不多了啦 四五十五六十的這種價位股票不多 一旦確認打入供電的股價 後面標的都會非常兇 我想進輪等到 呃 關出來之後 應該真的就是精彩絕倫 好 然後呃 FOP 就是358年有衛科 有衛科 那包含相關的設備 應該第一次開始出貨 那就會看到相關的路障 第一次出貨會更多 股價整理兩個多月 這邊才剛剛要發動 嗯 所以即便是 最近的回檔其實都有限 因為就像我說的 因為它股價在相對低檔 所以買起來相對安全 對 但選後一旦噴出的話 空間就會很大 好 那另外一檔 新檔事成 是 它有獨家FOPLP的 金屬載板的專利 對 這一塊金屬載板 可以取代玻璃機板 防晶圓的翹取 嗯 那明年出貨會成長100% 那股價跟有衛科一樣 都股價整理兩個多月 低檔風險不高 但空間很大 好 我想這個都是美國大選之後 很有機會大漲特漲的 相關台積電的好股票 好 當然還有很多啦 那之後我們再慢慢跟大家做一個 這個 持續的一個說明 好 那最簡單方式就是說 歡迎大家來參加 鄭老師的168的年度會員 好 這個年度會員真的只有年底才會推出 沒錯沒錯 那會期長達一整年 從現在的快11月份 超出到明年11月份 長達一整年的時間 好 費用只要6開頭 那金額這邊我不方便講 大家可以自己來電詢問 好 那我幫你算過每一個交易日 不是每天 每一個交易日 只要不到兩杯的星巴克的費用 哇 就可以帶你超出一整年 我們可以超出無數台積電的標股 沒錯 一口氣賺起來 我想 大概可以科10年的星巴克 都有剩了 好 所以歡迎大家來參加168年度會員 來電說出 我要跟著168 或者施大正老師168 那 歡迎大家 今天就加入達人家族的成員 帶你一起操作台積電的新標股 好 天啊我們想跟著老師 還有沒有會我們進場來布局 台積電的新標股嗎 不要忘記了 今天有一年一度的168年度會員 今天就要來囉 天啊我們一天只要省下兩杯星巴克的咖啡 就擁有了 而且在年底只推這麼一次 天啊我們趕快來好好把握 你可以直接打電話進來 說出我們的通關密語 我要168 或者是施大正老師留下我們的這個對話框 留下168 進場的時候呢 記得 施大老師的時候是小老鼠S168178 小老鼠S168178 在對話框留下 168就可以擁有我們的一年一度 168的年度會員 行動不忙行動 趕快加入就是現在 也在謝我們的鄭老師 再次來到節目當中 謝謝珮秉大家 掰掰 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